东华大学为了解决花东民众报考遥控无人机证照需求 及民航局认证已经通过了学科数科考试市场审查 六个T4的考试都额满了 15号上午在东华大学校园内举行数科考试场地开幕典礼 校长赵涵杰表示 东华大学终于跟航空相关的事业连接上 未来也希望可以朝这方向来发展 赵涵杰表示遥控无人机的运用市场越来越大 操控安全性也受到政府相当重视 民航法无人机专张在今年3月31号施行之后 希望以遥控无人机享受空拍等飞行乐趣 都必须持有操作准 因为市场大在东部还没有合法的场地 所以东华大学在取得民航局所认证的学科数科考试场地 让东部的学生免于周车劳顿到外地考取证照 这个政府要求两公斤以上要有证照以后 到7月为止统计全国有33000架飞机登记了 无人机登记了 各位知道在7月的时候 7月底为止总共发出去几张证照 2000张 所以这市场非常非常庞大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商机无限 所以我们一定要勇于加入 所以非常再次感谢这个要读所跟这个 这个航空局 这个民航局的帮忙 那我们现在变成第12位的这个学科考试 第10位的数科考试 我们还一直努力地希望能够朝以后 150公斤的以上的飞机可以来考照 那这一点真的非常感谢各位 各位这个要知道 东华大学虽然才26岁 但是我们在有关于无人机这一块的研究 做得相当不错 在这边跟借机会跟秘书长 还有所有的宵亲报告 东华大学的电脑科学领域 现在在台湾排到第几名 您知道吗 各位知道吗 我们排到第6名 全台湾有150几个学校 那整个工程领域工程学院 我们今天郭院长在理工学院 各位知道理工学院 我们台湾排在第几名 各位知道吗 东华大学排在第8名 所以其实谢谢 所以东华大学绝对没让乡亲失望 我们办这个考照厂绝对是学用整合 学科测验是取有无人机操作证的第一步 无论是仅通过学科测验 即可取证的普通操作证 或是要通过学科 数科双重测验 才能取得夜间飞行 喷洒头纸 人群空拍的专业操作证 都必须先通过学科测验 我们是考是高级的G1G2G3 我是考G1G2G3的重量是2.2至15公斤 然后这种喷药的像那种大型的直爆机是15至25公斤 那就是要用那个姿态模式来考 姿态模式就是要看你的那个手感 跟你能不能对那个飞机的直觉 然后让他不至于如果失控 失去空置的时候你可以用手来调回来 那考照的意义就是为了安全为主 东华大学表示 以往花东乡亲必须远赴屏东 或是台北民航局参加学科测验 如今可以就进口试 数科考场部分也已通过民航局认证 将在东华大学寿丰校区优先设置2到15公斤 以及15到25公斤及无人机考场 乡亲们未来不必带着英式工具 无人机轴车劳顿到外地影视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